詞曲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由保良局主辦的 第二屆全港小學校制辯論賽 試次活動是由保良局全力贊助 並且由iDebate.hk承辦試次活動 我是今天的主持 iDebate.hk的黃海融 今天即將會上演的是八強的賽事 首先為大家介紹今天比賽的評判 他們分別為資深評判金欣廷先生 香港理工大學粵語辯論隊隊員梁桂兒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賴楚賢先生 多謝三位評判在白亡之中抽空出席 為今天的比賽評分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今天比賽雙方的隊伍 首先是正方 他們是保良局賽計有學校 他們的主便是胡巧程同學 第一副便是黃希樂同學 公便是羅釋賢同學 傑便是葛月童同學 接下來是介紹反方 反方是九龍堂學校小學部 他們的主便是莫詠南同學 第一副便是梁圈童同學 公便是馬一傑同學 而傑便是廖展瑞同學 請大家再一次以掌聲鼓勵我們的同學 希望他們稍後有好的表現 今天的辯題是港鐵不應加價 比賽先由正方的同學作開辯 之後由反方開辯 如此類推 傑便則由反方先行總結 然後正方作結 公便的發言時間分為兩部分 每位公便將會有兩分鐘時間 向對方的主便和一副作盤問 以及兩分鐘的時間向傑便盤問 每次發問和作答的時間是20秒 不可超時 作答一方不可反問 只可回答 每位便員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時間完結之前30秒 會有一下鐘聲提示 發言時間終結的時候 會有兩下鐘聲提示 每位便員發言時間完結之後 會有15秒緩衝時間 緩衝時間完結之後 會有三下鐘聲提示 超越15秒緩衝時間 即會被扣分 每超5秒扣除5分 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 最後提醒各位便員 發言之前先要向計時員示意 聽到鐘聲一下 之後才可以發言 由於試次比賽將會進行錄影 各個便員發言的時候 需要使用大會提供的麥克風 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比賽立即開始 先由正方的主便發言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市米市米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再續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變態是港鐵不應加價 而我方認為這條變態是絕對成立的 首先由我來介紹一下這條變態的背景 市民和學者都非常反對港鐵的加價 根據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關卓照認為 可加減機制並不完善 而且根本沒有考慮過市民的負擔能力 這點是需要檢討的 這樣已經證明了 港鐵的加價是根本不受市民大眾的歡迎 而港鐵的票價自整是根據可加減機制而作出調整的 它是香港政府監督公營服務機構收費機制而定立的機制 而港鐵的服務性則是公共服務 所以他們不應該以最大的盈利為目標 反而就是要兼顧市民的負擔能力 和為市民提供服務 而今天我們就會在這些前提下討論今天的變態 而根據以上的說明 我們得出以下的結論 就是港鐵根本沒有加價的需要 第一 港鐵目前有147億的盈利 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第二 加價之後港鐵只收多了6億 第三 港鐵提出了會提供6億元的優惠方案 這樣就等於根本沒有加價 第四 港鐵在地產方面收益已經有很大了 第五 政府已經表明了如果有什麼需要 港鐵是可以得到公帑的資助 而且加價後會引來很大的後果 首先市民的負擔重了 這樣港鐵就會為市民留下一個負面的印象 而政府也因此會受到責攔 造成一個三輸的局面 既然是這樣請問有方同學 港鐵還有加價的必要嗎 而且事實已經證明了 港鐵根本不是很需要這一筆錢 6億元對於總營利147億來講 是微不足到一個很小的數額 如果港鐵真的需要這一筆錢 根本不會提出一個優惠方案 所以加價又還給市民的這個政策 是多餘、無謂和根本沒有必義的需求 而且它的後果就會令市民很不滿 而且港鐵也會因為市民的反應覺得不開心 而政府也會因此受到責爛 但是有方同學 你們千萬不要認為一個優惠方案 就可以解決這些三輸的局面 其實這個優惠方案根本就是蒙騙了香港廣大的市民 因為它根本不可能公平的 因為每一天每個人乘搭的車費 乘搭的次數和乘搭的車程是根本不同的 這樣只會出現一個假公平的現象 根本不可能公公平平 將所有人乘搭過的車費還給他們 因此我方認為這條變態是絕對成立的 而我方就有三條問題問回有方同學 第一港鐵是提供公共服務 不是純粹賺錢 明明有幾百萬的盈餘還要貪心加價 有方同學為甚麼 第二 多位經濟學者一致反對港鐵的加價 有方同學又憑甚麼經濟學或管理學理論 反對這班學者的看法呢 第三 所謂的票無優惠 根本不可能公平為及所有的乘客 有方同學 請問你們還有甚麼方案抵消加價後的效果呢 多謝大家 正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主便發言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請問請問 請問 請問 主席評判助助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反對港鐵加價 是因為加價增加了市民的負擔 但其實加價的背後 是不是真的沒有理據可言呢 其實在未有可加可減機制之前 港鐵可以無視社會的狀況自行加價 即是好像在2000年至03年的期間 年年通宿 而港鐵亦沒有看出市民而作任何的減價 直至到兩鐵合併 2007年的政府和港鐵公司 簽訂了營運協議 並落實可加可減機制 之後 港鐵每年都要根據前一年的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 以及生產力的因素來定票價 確保調整價格的時候有根有據 而機制將會每五年調整一次 也就是今年開始檢討的機制 但2011年香港通脹率達到5.3個百分比 而今年的首怪的通脹率 已經達到5.1個百分比 所以港鐵的公司 根據可加可減機制 決定在6月17日起 調高票價5.4個百分比 而有方要政立變題 就必須要解釋在現有的制度之下 港鐵為何可以不遵守兩鐵合併的條例 不再任何程度的加幅 凌駕法律之上 而我方反對變態有兩大原因 第一 尊重合約精神 可加可減機制 是經過立法會通過 具有法律的約束力 假如損失的出港鐵 有加價或減價的需要 港鐵就必須要跟隨 而假如有方同學輸打贏要 不肯承認機制規管 港鐵票價增減的權力 做壞先例 今天可以因為一句通脹 而不用加價 到了他日通縮的時候 沒有機制和合約精神 又憑什麼叫港鐵減價呢 第二 其實港鐵公司也明白通脹影響民生 因此在加價的同時 也將加價所帶來的6.7億全數回 贈給市民提供一系列的優惠 例如在年底開始同一日達第二程 就罕有九折 6月18號開始 星期一至五搭九十程就送單程票一張 7月開始 小童星期六和公眾假期免費等等 令到市民的生活不會白上加緊 而港鐵加價大家聽起來一定覺得很不合理 但其實今次港鐵是一方面遵守可加可減機制 另一方面在加價的同時推出優惠 令到市民受惠是兩全其美的方法 有方今天認為港鐵不應該加價 究竟是想港鐵自發犯法 還是想推翻合約展開法律的程序 修改一切相關的法例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01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正方一副發言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方一直搬出這個可加可減機制 你們認為我們是必須遵從這個機制的 但事實上有方同學又知不知道 其實這個機制是有很大的問題呢 其實可加可減機制的加幅只是反映到物價和工資的變化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合理 但其實前高官王永平已經說過 香港在正常的情況下都是通脹 價人工的時候多 同屬減人工的時候少 這樣可加可減就會變成了指加不減 這個機制是非常之需要檢討和改善的 加上它的升幅很有機會會超過加價 它這個機制根本就是有問題 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關卓趙已經說過 港府在票價機制上面應該加入通脹 和港鐵地產收益等等的因素 這樣才可以避免到港鐵在現在龐大的147億營利下 仍然可以大幅加價 這件事是十分之不合理的 另外有分同學剛才提出 你們是被迫的 你們現在是依法辦事 但幸好有分同學你們自認是被迫 這樣就講明一點 只是知道有分同學自己都覺得 價格是不對的 所以才會內疚 既然明知不對 為何我又不去阻止港鐵呢 所謂法力依求 其實年底已經會檢討可加可減機制 港鐵為何不暫時凍結票價 反正多收的6億他們都打算送出去 當優惠給別人的 有方你會不會考慮凍結票價呢 而且他的優惠機制本身就已經 不可能圍及到所有的市民 剛才我們提到的學者關卓照有講過 港鐵提供的優惠並不全面 煤行優惠只是屬針對性的措施 部分的乘客根本不可能完全受惠 認為港鐵應該簡單地凍結到這個票價 因為他的這個機制 他買10送1 人人小搭一程都已經不可以了 加上他這個優惠 不可以全面回貫到所有的搭車乘客 這樣這個機制已經是有問題的了 總結來說 基於以上分析 有方同學首先所提到所有的 他們加價的大前提 港鐵的需求 原因等等 全部都是錯的 加上很多的學者 高官 人民 議員等等都已經作出了反對聲音 難道有方同學認為這樣的情況下 港鐵仍然應該加價嗎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43秒 無超時無催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一副發言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市米市米 主席評判著者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分同學跟我們說 港鐵有大量盈餘 所以我們不應該加價 我方當然是知道港鐵有大量盈餘 但有方同學同時要顧及市民 同時不可以違反可交可感機制 正正是因為港鐵有大量盈餘 所以港鐵就推出全數回贈 有方同學說到港鐵那麼喜歡錢 那為什麼他們又要回贈給市民呢 另外有方同學又說機制有問題 但假如機制有問題 社會可以再討論再改善 但在新法例實施之前 不用現在的機制 那究竟我們要用什麼呢 主席評判有分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有分同學說 加價會加創市民負擔 所以就不顧現在的機制 堅持港鐵不應該加價 在有分同學的眼中 計算港鐵票價 根本不需要一個考慮各個因素的機制 只需要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 但其實無論通縮也好 通常也好 市民肯定都不想港鐵加價的了 有分同學是否要票價永遠不變 百年如一日才是令市民沒有負擔呢 有分同學今天違反可加可減機制 要港鐵不加價 會開了一個壞的先例 假如將來有一天機制計算出來 港鐵是要減價 港鐵公司仍然應不應該更重呢 加價的時候不跟機制 減價的時候先跟 有分同學根本就是輸打贏要 其實我方主便已經說過 認減協議中的可加可感機制 具有法律約束力 例如港鐵不跟隨加價 就是違法 港鐵公司可能因此要打官司、賠償 甚至影響到經營權的穩定性 而不像有分同學所說 付了六億就等於不是加價 所以不應該加價 所以現在港鐵的做法 是一方面跟隨機制加價 另一方面又是將全數加價的收益 而不同的優惠方式回贈給市民 機不違法又沒有加重市民的負擔 不是更加兩全其美的辦法嗎 有分同學又說港鐵賺很多錢 所以機制計算出來 港鐵要加價都不應該加價 反映他們對目前計算飄加的 可加可減機制有不滿 何況不否認現在的機制是有改善的空間 而政府也委託了顧問公司 研究如何完善機制 例如加入公司利用水平 營運效率、服務表現等的因素 不過大家需要認清現實 自2007年立法會三讀通過 《糧鐵合併條例草案》之後 就決定了港鐵由2007年至2012年的 票價調整機制 因此港鐵這次加價依然是有根有據 有分同學今天一再反對 究竟是要推翻立法會三讀通過的法案 為何你們有比現時機制更好的方法 計算票價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公辯環節 先進行正方公辯時間 請反方主編和一副暫立回答 有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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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學 你都說了港鐵加價看起來不合理 但為了遵從可加可減機制 繼續加價 那是否你也認同港鐵加價是不應該的呢 我們沒有說港鐵不應該加價 但你們已經說了可加可減機制 因為你們只要追從法律 所以你們才不加價 那是否代表你們都知道 加價是否正確,會令市民百上加更呢? 首先我們看到的就是 那條可加可感機制的方程式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所以算出來的票價是一定要加的 同時港鐵是為了看出市民 也會作出回陣 有方同學你也說了 港鐵加完價之後 又為了看出市民作出回陣 這個加價是否很無謂呢? 不是的,是因為一定要加價的 正如有方同學你們說 有大量的營養,所以不應該加價 但它不加不行,那就回陣了 有方同學我們已經提到 這個經濟學者關卓照 已經認為整個可加可感機制就是錯 為何港鐵就不可以暫時凍結票價 等到連尾可加可感機制檢討後結果 才慢慢想是否應該要加價呢? 因為如果他們不跟隨這個機制 他們會犯法 甚至可能影響到經營權的穩定性 有方同學 你是否跟我說 如果港鐵不跟可加可感機制 他們就會犯法 那是否港鐵要被人罰錢 又要坐牢 不是,我們現在是 如果港鐵違法 可能影響到很多不同 但如果加價有回陣 又沒有對市民損失很多利益 那為何不加價呢? 有方同學你真的認為 那六億的票價回陣方案真的公平嗎? 真的可以對所有市民都公平嗎? 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知道 其實是大部分市民都可以享受到的 正方公辯時間結束 現在進入反方公辯時間 請正方主辯及一副站立回答 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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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學你認為我們需要手法 和尊重合約精神呢? 我們當然需要 有方同學認為港鐵 需不需要遵守政府 用來規管港鐵價格的可加可減機制呢? 他們是需要遵守這個機制 但他們也有權去凍結票價 讓市民的負擔能力不用那麼重 既然有方同學你都明白 港鐵是要遵守機制 為何你會反對港鐵加價呢? 機制有問題 因為這個機制是十分之有問題的 而且港鐵現在是有權力可以去凍結票價 所以他不一定只可以選擇去 跟從這個可加可減機制的 有方同學 就算那個機制真的有問題 我們是不是年尾會去檢討 但是現在我們一定要跟回舊的機制 你有沒有第二個方法 是比可加可減機制更加好的呢? 有方同學 港鐵現在是有權力去凍結他們的票價 等到年尾檢討再改善這個可減機制 才繼續營運他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我方都說了很多次 我們是因為現在我們面臨的通脹 所以我們是一定要加價的 有方同學 如果他真的有壓力 那就不用推出一個多餘的優惠方案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Straße 有方同學 回總是一個不公平的方法 每個人都不能公平 得回多多些收費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回陣誢求6.7億都歸還了市民 大部分市民都享受到優惠 為何幫不到市民呢? 享受到大享有 沒錯 每個市民都能享受到優惠 但是根本是一個不公平的優惠 他們是享受到 但是每個人根本拿不回他們 給多了的車費的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你根本就自相矛盾 你一方面又說他們可以享受到的優惠 反方公辯時間結束 現在進入正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反方結辯暫立回答 試買試買試買 試買試買 有方同學 你們都說了可加可減機就是對 你們要等到年尾修訂 可以等到年尾修訂一次再改 為何你們就不可以先凍結票價呢 有方同學 我們從主片開始已經說了 現在他們說要根據可加減機制 而令票價加價 到了年尾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機制已經是最完善 已經是最好了 我們年尾 如果有什麼問題 有方同學你覺得有問題 我們年尾會再檢討 有方同學 你也知道可加減機制有問題 但問題是 如果現在未檢討之前 就先加價 但反而會影響到這麼多位市民 令到他們百上加減機 為何不可以先凍結票價 等到年尾才再作出正確的決定呢 有方同學 所以說 所以港鐵就是將加價回來的6.7 全數回贈給市民 如果有方同學 你認為如果加價完 其實最過一程車都是幾毫子的 就是加元 那方同學 如果你覺得 每個月加多3、4元 都是令市民百上加減機的 會不會誇張了一點呢 有方同學 我想說 其實這個優惠方向 根本都不可以公平地對待 每個市民完全回贈到 他們所流失的 給多些車錢的費用 請問你解釋 怎樣可以令到所有市民 都公平呢 這個回贈方案 有方同學 其實回贈 如果本身那位乘客是搭得多的 那他自然就可以受到 這些回贈的方案 不過如果那個市民本身是 搭地鐵搭得少的 那其實加價不加價 對他的影響也不是很大 但答不少 同樣都可以受到影響 但他們就因為這樣 就享受不到這個港鐵的優惠 這樣就是不公平 有方同學是嗎 就是因為他們搭得少 需要加價和不加價 對他們的影響 可能只是3、4元 或者幾毫子 對他們的影響不是很大 不足以令到 像你們所說的八上加減 但有方同學 你要知道 香港有不少的低層市民 他們尋直艱難 所以有時就可能是 每個月搭這幾十元 就可能已經令他們損失 更加艱難更加辛苦 有方同學是嗎 正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 現在進入反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正方結辯暫立回答 示威 示威 有方同學你要港鐵 不再跟隨可交可感機制 你們有沒有其他方法 合理調整票價呢 我們已經提到是不低調整 因為我們要凍結這個方案 有方同學 原來你想港鐵自己定價 定價票價 想加就加上 相比現在有機制行 這樣不是更差嗎 我們是凍結票價到年尾的 可加可減機制 檢討 有方同學我都說了很多次了 我們現在這個機制是一定要加 因為我們現在面臨通脹 我們都說我們是有權去凍結的 有方同學你想想 如果港鐵現在凍結票價 他們會不會做壞了先例呢 有方同學 你會不會說你修訂完之後 不做法案嗎 是不犯法的 我們是有權利的 有方同學你都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是問你 他們會不會破壞了先例 而不是犯法正不犯法 我們是沒有犯法 我們沒有破壞到先例 因為我們連尾都會政治這個問題 有方同學你根本就不敢直接面對我們的問題 那我不如再問他們第二條 有方同學你認不認為 如果機制計算出港鐵是要減價 那港鐵應不應該減價 當然應該 有方同學覺得 當機制計算出港鐵是要減價 港鐵就要減價 如果計算出要加價 港鐵就不應該加價 你們是否輸打贏要呢 那如果有方同學 這個機制本身已經不完善 那為何我們還要跟呢 有方同學我們不是說了很多次 我們會連尾作出檢討 有方同學 所以我們就因為知道要檢討 所以我們不是說先凍結票價 去到檢討的時候 有方同學你都是沒有答案問題 不如讓我總結你跟他們說的答案吧 其實你根本就是想說 反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 公辯環節結束 現在有一分鐘時間 給雙方結辯準備 以及以後來 去消費 未練習 我們要報告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结辞作结。你有三分钟时间发言,准备好请向继续员示意。 谢谢。 主席、评判,在座位,大家好。我爸爸有两个身份,第一个就是公司里面的会计师经理,要遵守合约上班,第二个不用说就是我爸爸了。 今天我打比赛,我当然是想我爸爸到达支持我了,但是无奈他要上班,所以之后看回录影带保数,还答应如果赢了这场比赛,打入了四强,下次就一定会请假来陪我。 其实今天港列公司同样都有两个身份的,第一它就是一间上市的企业,第二就是影响大部分市民生活的交通工具。我爸爸签了约都想起可以请假,但是港帖和政府签订的营运协议比我爸爸签的更加严谨,不但无得请假,还要受到运输署的监管服务质素和财政,凡事都要依法进行。 学悉纵观全场比赛,有同同学最大的谋谋,正正就是过分偏颇,只认识港帖应该市民的生活完全无视港帖加价背后的法律约束力,其实两种身份不可以只顾其一,反而需要左右平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之后通缩港帖拒绝减加,社会会有什么反应呢? 市民一定会大声声讨,并且会有政党提出空高港帖公司,要求赔偿长期跟进等等。 其实大家今天都明白,港帖加价、减价都一定要是遵守现行的法律,带前提进行的。 其实有方都明白,因此他们提出了很多疑似是非的质疑。 好像有方说港帖盈利有很多,没有顾市民的负担,所以机制计算出来要加价,他们都不应该的。 其实社会和我今天不是反对加价,而只是不满机制的内容。 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机制的,假如真的要改善,要检讨, 我方说了,政府已经委托了顾问公司进行研讨,最快年底就会有结果。 但是在新法例还未生效之前,我们一定要遵从现有的法例。 好像我爸爸还未找到一份星期内可以放假工,看我比赛之前,都要做着现在这份先假。 难道为了看一场比赛辞职,搞到没钱养家那么浪漫吗? 有的同学不断批评港家独行独端,不理市民。 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06年讨论两铁合拼的时候,正正正因为港铁放弃了票格的自主权, 而一个当时接受的可加可减机制,才可以将无网管的港铁立入法例规管的范立为之内。 比之前港铁已经不是再无事捨有的宴方,只是这几年持续通胀,市民才没有见过减价。 今天我爸爸是因为员工的身份,令到他不可以在我现场打气, 但我同时也明白就是因为他要打工赚钱,我才可以生活无忧地成长, 继络其实我也是因此受惠的。 因为连连通胀,今天市民可能未能直接感受到可加可减机制带来的利处, 但当假如当通缩不幸地再次降临,港铁需要按机制减价的时候, 到时整个社会都会因为好加可控机制,而得以受惠的。 多谢各位。 凡方结辨发言时间为3分04秒,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最后有请正方结辨作结。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员示意。 试咪试咪试咪。 主席、评判、尤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比赛来到这个环节,等我做个小小的总结。 今天尤方和尤方在这条辩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 而今天尤方认为应该加价的最大原因, 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不遵守可加可减机制, 就等于是违背了法律精神。 但是幸好,尤方同学都自认是被迫。 说明一点,他们至少都知道是加价不对的, 所以才要内疚。 而今天我们也提出冻结票价, 等到今年的检讨环节才能够检讨。 而今天尤方同学也都间接承认了这个变题是成立的。 而第二,尤方同学,请你今天不要继续依稿直读。 我方绝对没有说过要推翻可加可减机制。 我方只是说收定这个可减可减机制。 而且根本他们也都自相矛盾。 他们今天在负变环节的时候说, 港铁都知道香港市民白上加根, 所以才提出这个优惠的方案。 但是去到结变的时候, 他们又说了, 根本上那三四元都不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今天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而且也是一个假公平的优惠。 车费、车次、车程,每个人都不同。 那这个就算是一个公平的优惠方案吗? 而尤方同学今天又说了, 通胀也是逼港铁加价的最大原因。 但是通胀哪个不面对呢? 我就不信香港市民面对通胀的问题会比港铁少。 而且尤方同学今天就说了, 就算港铁有盈余, 都应该要加价, 因为是跟随可加可减的机制。 但是这个正... 但是尤方同学你们就错了。 因为他们就算有盈余, 就代表他们还有钱可以继续正常经营。 而他们的大前提就是要方便和服务市民。 如果他就是为了这些利益, 根本就是违反了他本身的宗旨。 而根本今天这条问题, 港铁是没有加价的必要性。 他每年营利已经过八亿, 再加上加价的六亿都转成优惠, 就等于没有收过钱, 还要是不公平的。 而且尤方同学知不知道加价的后果很大, 会加重苦务市民的负担, 又会令港铁的形象负面, 更会令政府受责。 这三次的局面尤方同学, 你到时又怎么解决呢? 而尤方认为这条辩题是绝对成立的。 多谢。 政方结辨发言时间为2分25秒, 没有超时, 无需扣分。 比赛完结, 稍后我们会邀请评判作评语。 现在有请资深评判金欣婷先生, 首先为我们讲他的评语。 谢谢。 好的,谢谢。 大家好, 今场我最后一场讲评语。 一讲资深评判, 即是老评判, 很可憐。 老人家, 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的, 不要介意。 第一, 我不想说这个表现, 因为我想说几点, 我都值得留意。 第一, 什么是公平。 因为这场面对美赛里面, 是不断重复公平的这两个字, 尤其是正方说不公平。 什么是公平呢? 如果有看过一篇社会科学的论文, 原来说公平有八种定义方法, 其中我告诉大家, 如果有一个人, 有一个老师进来, 即是你上堂, 老师进来, 说我们今天分蛋糕, 分蛋糕。 于是, 想想, 究竟如何分蛋糕才是公平呢? 第一个分的方法就是, 首先, 如果那班假设有十人上堂的话, 把蛋糕分成十份, 那就最公平了, 是吧? 但另一个角度, 你可以想, 如果我, 好像我那样, 肥肥大胜, 我应该要吃多一点的, 刚刚可能有位评判, 中央那位女评判, 可能身形比较渺小一点, 吃少一点, 那是否应该大胜一点, 有需要一点的吃多一点呢? 那没有需要的, 就是吃少一点呢? 第三, 我不会数八种, 因为我不记得, 资深评判一定会比较差一点, 记得, 第三, 今天变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 如果我分蛋糕的时候, 有些人是不喜欢, 有些人是不喜欢吃蛋糕的, 如果你把蛋糕分分, 切了十份, 即是十个人, 那你给他, 他吃不完的, 那是否应该对于肚饿的人, 或者喜欢吃多个蛋糕的人, 是否应该多分一些给他呢? 原来, 我们大家说, 究竟一个机制公不公平的时候, 就是说分蛋糕, 至少有八种不同的方法, 那你说, 不公平而已, 你可不可以想是公平呢? 那想一下, 其实正方说的公平是什么呢? 他说, 正常来说, 你加了这么多的% 那你要给我, 应该我加了多少, 你减多少给我就要公平了, 这个是你们的说法, 反正, 为什么你们不可以用另一种公平的方法, 画正方的立场呢? 例如说, 你想想, 现在的回证优惠是答得多, 送得多的嘛, 对于一些市民来说, 你应该是日常生活最沉重, 即是负担最沉重, 日日要上班, 日日要搭港帖的人, 其实对他们来说的优惠是最多的, 是不是好像分蛋糕, 你有需要分多点, 没有需要分少点, 这个都可以是一种公平来的, 所以, 现在要留意就是, 如果大家看报纸的话, 你会发觉, 世界很多人对公平, 我自己说公平, 好像, 你公平一定对, 但是, 你的公平未必我认同的, 我有另一种公平可以反对他, 所以, 无论看报纸, 或者处理辩题的时候, 一定要想, 究竟你的公平是什么意思, 今天, 对于回证优惠, 因为, 我个人不影响给分, 我个人立场, 是觉得, 回证优惠, 多答, 比较多一点, 好像比较公平一点, 至少对于抵抗通胀来说, 这个方法,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但是, 今天, 反方完全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就完全认识了一件事, 你想想, 你的主线, 说, 跟回法理, 跟回机制, 去加价, 减价, 是合理的, 而, 现在, 说加价之后, 尊重了法理精神, 用回证优惠, 给市民的话, 其实领导主线是更加完善了, 但你没有了第二步, 于是你今天有些地方陷入了劣势, 对于我的分子来说, 第二件事我想说, 就是说通胀, 你知道通胀的东西比较贵, 通缩的东西比较便宜, 你知道吗? 经济学上, 原来我们是喜欢通胀的, 你知道吗? 我们是喜欢通胀的, 因为我们喜欢通胀的, 所以, 只要通胀越大, 我们越开心, 只要你人工的加幅是比通胀的, 如果我们是很高兴的, 如果我的消费能力, 我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你跟我说, 我的人工是只有200元, 跟我突然说, 我的人工, 我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是2000万的话, 我觉得是帮助一些, 你跟我说, 我赚200元, 跟我朋友说, 我赚2000万, 只有2000万, 只要你购买你一样的话, 所以我们是喜欢通胀的, 所以这些就是说, 永止加不减,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正方理想负面, 曾经提到, 是不是会自加不减, 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要很留意, 通胀是什么东西, 你年纪大一点, 了解多些经济原理, 你会明白, 其实这些是什么, 你们年幼不要紧要, 最后一样东西, 我想说一讲的就是, 有一些东西, 你相信, 就要相信全部, 你不可以相信一点, 就不相信一点, 例如说什么呢, 可加可减机制, 其实今天反方, 我认为最好的, 我说的good catch, 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相信这个机制, 他加价的时候, 你要加, 你这个机制, 你认为没有问题的话, 他计算到是减的话, 就要减, 今天正方的立场是什么呢, 你认为机制有问题, 但是这个有问题的机制, 计算到要加, 你不加, 但是他问你, 这个有问题的机制, 计算到之后减, 你减不减, 你又说要减, 究竟你觉得机制有问题, 还是没有问题呢, 正常这些问题, 我一听, 我是听到的, 如果对面打不到的话, 我不会扣你分,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 今天反方是打倒, 你回应不到, 所以有些机制, 你要相信, 就要相信全部, 你要统一, 要一致, 你不能够相信, 就不相信, 今天立场上, 哪个摇摆得最不厉害的, 我觉得优势就会越大, 希望今天, 这场比赛很好看, 今天这么多, 这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这场, 也是其他一场最精彩, 希望大家, 无论赢或输也好, 未来做得更加好, 好吗? 谢谢, 谢谢, 金恩婷先生, 接下来有请, 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賴楚然先生, 和我们分享他的评语, 各位, 大家好, 我也给大家一些意见, 今天这场比赛, 双方的同学, 刚才评判都已经说了很多, 在内容上, 我尝试, 即是开始入手的时候, 我可能说一下大家, 如何去演绎, 展述自己的论点, 或者包装方面, 说一些意见, 正方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他主编第一句, 就是说, 说一说变体的背景, 背景就说了很多民调, 就说, 市民是不赞成, 或者学者不赞成, 其实这个作为一个证据, 是今天政府的主要论调, 就是市民百上加根, 很辛苦, 他不赞成加价, 但是你这样入手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好像你是掃诸民意, 或者掃诸一个民粹的感觉, 其实你讲真的, 任何时候, 你加价也好, 加税也好, 加巴士票价, 即巴士的车费也好, 任何加费的时候, 你去做民调, 市民都不赞成, 其实你不会看到有什么加价, 是市民很举脚赞成的, 所以当你入手的时候, 铺排的方法就是因为很多市民都反对, 所以这一件事就不应该, 我觉得是有点不够说服力的, 你应该先解释了整个机制的背景, 如果你觉得机制本身是有问题, 如果你讲背景的话, 你应该先交代了,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加价不加价的争议, 就是原来我们过去, 因为两铁合拼, 于是后期又加了这个可加可压机制的背景底下, 于是引起了一个争议, 就是现在用机制去计算, 似乎是应该要加价的, 但是这个加价的做法, 似乎又很不符合现在社会的实际情况, 你应该先指出整个机制本质上是有问题的, 你尝试在道理上说服大家, 原来机制本质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纵然他计算出来是加价, 我们都应该要想一下是否要跟这个机制去做, 但你应该预计到反方会质疑你这个机制的法理基础, 如果这是一条法例, 是通过了, 立法会过了, 那你现在有什么很强的理由, 去叫大家不跟从法例, 计算加的时候要加呢? 那你这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多的论述去解释, 除了你说机制有问题之外, 其实你们有一个反建议就是想说冻结票价, 那这个都是今天一场比赛的争议点, 其实我真的不是熟悉得很紧要的, 对这个条例, 我不知道冻结票价是否犯法, 因为反方就说到如果机制继续加, 而你不加的话就是犯法的, 我不知道你冻结票价是否其中一个可以做的选择, 如果冻结票价是可以叫做不犯法的话, 那我就接纳这一个好的反建议, 但是这里你又没有很多的论述, 你只是提到我们的建议就是冻结票价, 反方不断地问, 但你继续加, 你不加是犯法的, 那到底这个是犯法还是不犯法呢? 我觉得是挺关键的, 那我自己按常理去理解, 如果机制计到应该要减, 而你不减的话, 那应该是不行的, 但如果继续要加, 但是港铁它作为一间自己营运的一间机构, 它决定要冻结票价, 这一件事是否犯法呢? 我觉得应该不一定是, 我觉得应该不一定是, 即是计算了一定要加, 然后你不加就是违反法, 我觉得未必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政方就应该去回应反方的质疑, 就说其实是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跟机制去加价, 然后做优惠, 第二个选择就是冻结票价, 等了检讨之后再决定加还是减, 我觉得这样是会有效地去回应反方的论点, 但是就没什么这样去做到, 就变成反方经常可以拿着一个很强的理据, 就是你一定要尊重这个合约精神, 就算你觉得几不合理都好, 你可以之后再出修订, 但之后再出修订之前, 我们都要有法可依的, 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加价, 就变成反方好像很有道理, 而且他又不是没有情感那方面的论述, 他就说, 我们都知道市民很惨, 所以我们就回赠, 就好像变成反方考虑得很周全, 我们既符合机制, 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措施是回赠市民的, 就好像很兼顾到两边, 就变成反方听下去会好像很好听, 这个我觉得是要留意多一点, 而反方今天我觉得做得已经相当好, 无论是技巧或内容上, 甚至乎是去到中学的水平, 或者某些中学都做不到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是很值得赞赏, 整个铺牌、论点都很纯熟,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由于我觉得我的法理基础实在强, 可能你们觉得, 以至到, 就变成你们好像, 讲讲一下有点点感觉, 被人觉得就是, 总之法律是这样写, 我就要跟的了, 就是感觉上面有点点很冷冰冰的, 就是好像被人觉得, 没有办法, 机制是这样写, 无论如何, 我都要跟着这个机制, 要尊重这件事, 也不会说这件事是错的, 但我觉得是否有需要, 好像全盘去, 感觉上好像就是, 反方觉得机制是有问题的, 是不行的了, 没有办法, 立了法, 你怎样都要跟的, 最多用其他措施做补救, 你这样说是可以的, 我要强调是可以的, 就是这样去解释, 但是你可不可以尝试说, 当年这个法例, 也有经过讨论, 也有经过讨议, 在立法会上, 是否真的完全不合理呢, 正方所说到, 但是今天双方都没有怎么, 就着机制计算的内容上, 去讨论过, 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甚至乎反方也有点建议, 其实未来修计的时候, 可以加些什么的考虑因素下去, 就好像反方都觉得, 是很不合理的了, 是很多事情没有考虑到的, 但是这个法例真的有问题呢, 如果是, 为什么当年会通过呢, 可能在这里, 反方都可以尝试去包装一下, 其实这个计算方法, 都不是完全错, 正方都说过, 经济学家说, 香港大部分时间, 都是加工多, 减工少, 所以就会变成自家不减, 但是想一想, 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全香港的经济, 都是在增长的, 大部分人的工资都是上升, 或者物价都是在通胀, 加价的情况是多于减价, 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你现在吃一碗云吞麵, 和20年前吃一碗云吞麵, 现在都贵了, 大家好像有一个迷思, 就是凡价加价等于是错的, 如果机制已经考虑了物价, 考虑了工资, 那你人工又加, 物价又加, 加价有什么问题呢, 好像大家正反, 雙方都不其然会觉得凡价加价等于是错的, 所以反方都有少少少没有办法, 机制是这样写, 那我们之后才再改, 其实未必有需要这样去讲法, 在演绎上我觉得, 是的, 我大致的意见是这么多, 剩下一位评判, 还有其他意见给大家, 多谢各位。 多谢麗彩言先生, 最后我们有请香港理工大学粤语辩论队员, 梁桂怡小姐, 和我们点评。 大家好, 其实我相信如果今天反方结变的爸爸来看这场比赛, 应该都几满足, 几开心,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都真的很精彩, 但是有略嫌有少少地方可以改善, 首先讲一下正方的主变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结构上可以再改善一下, 因为比较多, 包含太多东西, 就算我要抄抄的时候, 都真的比较急, 有一些论点可能太多盈余, 到第四个论点去说, 港协收益太大, 那其实可不可以归纳做一个呢? 那可能有些相类似, 相类近的好处等等, 归纳做一个, 那可能没那么多, 但是讲得清楚些, 可能就会更加清晰, 评判都会更加意名, 其次就是, 其实都几开心反方今天, 是会讲一个反方案出来的, 那其实是不是一定要加, 一定要先减, 不是的嘛, 可能先冻结了票价, 辞职再看看怎么办, 但是反方其实今天, 可能可以在公面的时候, 再问一个问题, 那你现在要冻结了的时候, 是不是到你去到检讨的时候, 发现有问题了, 或者这个机制是可行的时候, 那到时你先加不加, 可以这样反问回去, 那就可以, 那政方到时就可能, 给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局面给他们, 但是今天反方, 他给我的感觉, 他告诉我就是, 正如刚才第二位评判所言, 他讲的时候就是, 加价, 好像纯粹为了要尊重合约, 纯粹为了守法, 其实法理上, 其实真的挺合理的, 但是, 人情上, 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 就会比较银耳, 就比较难说服我们评判, 其次呢, 其实都要赞一下两边, 今天呢, 他们都很努力地, 将整件事的背景等等, 去说出来, 那变了, 今天听完两边的政方之后, 其实我对这件事, 就不是说真的很熟悉的, 但我听完两边之后, 其实我那个画面, 清晰了很多, 接着下来的辩论, 都可以多一点空间, 去想到其他更多的东西, 那最后呢, 就希望呢, 其实小学呢, 可以多一些这些相类似, 接近生活的时事变态, 那令到他们更加, 可能去理解多一点, 现在的社会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其实对他们, 可能想起来, 或者日后在学习上面发展, 其实很好很多的, 谢谢各位, 多谢梁桂怡小姐的评语, 也都多谢三位评判的评语, 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努力, 不断地进步, 现在就是宣布赛果的时候了, 今天的辩题是, 港铁不应加价, 由正方的保粮局赛继有学校, 对反方的九龙堂学校小学部, 首先宣布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今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是, 正方的结辩葛月童同学, 所有的最佳辩论员奖项, 将会在决赛的时候颁发, 接着下来会宣布赛果, 比赛赛果为0比3, 换言之由反方胜出, 恭喜得胜的同学, 也都请双方同学和评判来一张大合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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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